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們說如何跳 先放下球 跳,有很多人會做心樽 心樽不好,我認爲 心樽保持重心在前面 你會跌跌,跌跌,跌跌,跌跌 你不可能直,直就射不到球 第二,心樽有什麼不好呢 下,用力,因為你負重 上,用力,兩個都用力 其實跳並不是兩個都用力的東西 我們打籃球,如果你想打得好 我們打籃球是因為我們要控制球 我們不是就是舉一個單方向的動作 我們有很多東西要控制 控制自己的身體 控制球是軟的還是硬的 你很多東西都要控制對手 所以不是不斷做健身 就這樣打籃球 就可以打得好球 同樣,游泳是一個很放鬆的運動 剛剛做健身就是用力 用力,用力,用力,用力 游泳就是放鬆,放鬆,放鬆 做完健身的人要去游泳就是這個意思 做完健身就是放鬆 但是放鬆的游泳選手去打籃球 又會有不對的 因為發不出力 我們就說今天跳 第一件事,為什麼大部分人跳不起來呢 第一,要記住 你要放鬆 然後發力跳 跳是一個動作,不是一塊肌肉 記住,是一個動作 我建議如果你想訓練你的彈跳力 你可以用橡筋去訓練你 其實你看到外國網站 有很多訓練彈跳力的象徵 就算我們偉大的祖國淘寶也有 你買到一些訓練,比你去負重 因為負重你很容易相似 做得不對的話 當然你做得對是沒什麼的 一樣可以訓練大腿的肌肉 我當年就是訓練大腿的肌肉 我踢到超級,踢到750基金,然後斷腳 記住我經常跟學生說 你駕車,單車,你炒極 不是拆掉 但是你那一架是法拉里 或者GTR,你炸GTR 你死了,你明白嗎 所以你越大力量,你才會斷腳 我當年就是斷腳 我會這樣教大家訓練彈跳力幾個動作 第一個,半樽跳 第一,膝蓋盡量不要過腳尖 雙手放在空前 坐下半樽,跳起的同時 靠叉拉向後 OK,Ready 跳 1 2 3 OK 看著,我希望你跳到的感覺是 柔軟,有彈性 好像在跳彈床一樣 你的腳就在彈床上面 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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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個星期,我們會加50% 如果那些人真的是一個Jumping Program 訓練的話 每兩個星期,加50% 你自己想練多少,你自己慢慢練 OK 第二個動作 剛剛就是 彈床 彈 由軟彈 彈 我們是一個瞬間爆炸力 彈了上去,你會停 第二個,你看著 我通常在圓位跳 沒有跳來跳去 記住這件事 第三 對不起,第二個動作 前後腳 OK 跳 我們這次就是下上 跳 換腳 抽字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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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單腳換腳跳 一樣 要抽字也上去 等自己的身體直左 好 先發力 OK 第三 這個 跳起 同時雙腳 升上胸口 落回來 OK 跳 落回來 不要讓自己有聲 不要蹦蹦聲 盡量大腿肌肉射力 跳 OK 盡量大腿跳 第四樣 我們可能會借助一些器具 例如這一邊 跟著 最後一個 高一點的物件裡面 輕跳下來 不要前後腳下 不要這樣跌下來 輕輕跳 要平腳下的 跳起 落回來 OK 再來 輕輕跳 跳起 落回來 OK 一般我們跳的幾個動作 都是做12至15下 你自己可以慢慢加上去 一樣 兩個星期 隔日練 加50% 你可以慢慢加上去 OK 但如果你說 為何要練跳呢 跳可以有效地 令你射球更加有力量 我們之前說過 我們射球 是靠 跳的力量 去射的 如果你射球 例如 蹲鬚 你想射一個蹲鬚 記住 不是想著用力跳 你要用 彈上去的感覺 OK 彈 然後射個蹲鬚 明白 你就算蹲鬚三分 彈 然後射 可以嗎 再來一球 OK 接 彈 出 OK 記住 不是很用力的 跳是 一定是放鬆 彈 然後射 OK 很多人都問我怎麼跳 我今天教了 我針對 不是你跳得高不高 我希望你們射球準一點 因為我始終跳過腳 你不要太高 高的話 記住練腰 Core 遲些會教 如何訓練Core 令自己重心更穩定 射球更穩定 落地更穩定 不要像我這樣 這隻斷 這隻又斷 OK 40歲人 很累 完了 開車 不允許 得快 成功 分手